高度就是280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我要画一个另外 画往这个方向好了 假设我今天第一点还是在这里 可是呢我的第二点 我是希望画出一个在这边的一个局形好了 那同样的宽也是420 高的话也是280 可是呢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它的坐标是在 这个是正值对不对 这是负的 所以我们如果给它一个负值会怎么样呢 另外呢这个往上这个要不要给它负值 不用因为Y的话呢它是往上 往上的是正的 那假设我今天再重新再画一个 如果今天呢一样再画局形 第一个脚点一样嘛 0 逗点 逗点 0 Enter 一样对不对 接下来我像这个方向 所以呢我就直接呢 当然你不用控制它啦 你直接就放了就可以了 第二个脚点 直接游标就点这边一下 然后呢就跟它讲说 第一点是420 逗点 280 Enter 有没有就刚刚好 那同理可证 如果说你今天要另外一个方向 是有没有 右下角的话 那如果也是一样从0开始的话 那应该是是怎么样呢 反正想着就用 其实用理解的吧 你现在就是在这里有没有 然后往下 这个地方要画出一个局形的话 那变成怎么样 这是多少 怎么会负的 这个方向是正的 这个方向是正的 反方向就是负的 应该很好理解吧 有没有 往下 所以这是什么 负280嘛 对不对 那这个呢 都是负的就好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 有个基本概念 因为你要画图之前 要清楚 你的点在哪里 因为其实 OVOK的精神 最重要就是 有点到线到面 所以如果你点都搞不清楚的话 你基本上画图 会画得很痛苦 会很混乱 因为不知道 下一点要在哪里 而且哪一点应该画 怎么画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清楚 什么叫做绝对坐标 那绝对坐标的观念 其实就跟我们以前 那个数学课所教的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像中学的 那个数学课 如果直接给他们画 可以好像感觉 更直接一点 因为以前在上数学的时候 都是上很抽象 老师都画图 但是画完图之后 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 老师画这个图干什么 那如果说 直接给学生线上 马上就用电脑去操作 就很具体嘛 画出来就知道了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绝对坐标的部分 把画面还给各位 好 好 好